阳光 进来一下 你怎么进 你怎么回来都不告诉我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我好想念 所以我回来了呀 可是你回来跟告诉我什么 就开车接你了 我告诉你不就没有惊喜了吗 一点都不浪漫 就你怎么浪漫 你又打我 刚刚见到我什么感觉 就是我突然间体会到我心跳 露了一盘是什么感觉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刚才看到你的时候 我心跳突然间静止了一下 这后就好开心 就想一直把你帮他回 你 唐总 你们不知道这是办公室吗 知道了 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没什么麻烦 可是刚刚 是 你刚回来回家收拾收拾东西 我晚上过来找你 我走了 好 不用太想我 好 注意安全啊 路上 雪亮 今天下午公司例会 你为什么无故缺席啊 别给我乱扣帽子啊 我可不是无故缺席的 我不去参加例会 是因为不想有人下不来台 这怎么就下不来台啊 发生什么事了 前阵子刚有人信誓旦旦地跟我说 公是公私是私 这才没过几天 就把公私不分的事做到台面上来了 不是我怎么就公私不分了 公私有明文规定 员工之间禁止谈恋爱 这规矩只给我一个人定的吗 那你呢 你带头破了这个规矩 不是咱们公司确实有这样的规定啊 是员工与员工之间不准谈恋爱 但莫菲是我女朋友 她也不是咱们公司员工 有什么错呢 她来公司看看我怎么了 so 她来公司这件事你早就知道了 什么意思啊 莫菲把程阳介绍给你认识 现在程阳又把她找回来 给她做助理 他们都听命于你 那还要我这个设计总监做什么 你等一下 你刚才说的意思是 程阳现在把莫菲 召回咱们公司来做她的助手 你不知道这件事吗 你说了我刚知道 好 上楼 你到底怎么了吗 我回来你不高兴啊 程阳邀请你回来当她助理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我想我们两个以后 在一个公司上班 不是挺好的吗 你不想 可是你的身份不一样啊 有什么不一样啊 你是我女朋友啊 是你女朋友 就不可以到明远上班吗 而且我也只是她的临时助理 等假期结束之后 我就要回巴黎上课了 首先咱们俩在公司里 必须要天天见面对不对 公司里面明文规定 内部员工不可以公开谈恋爱 你想让我以身作责 破掉了这个规矩吗 我本来答应她做她助理 悄悄回国 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没想到现在变成吉祥了 我想些办法吧 但是以后再有什么事情啊 你先跟我商量一下 那要不我和她说 我要不在家办公 要不让她换一个 不用了 我想办法 对不起啊 好了 别不开心了 我只是觉得自己很不懂事了 我给你添麻烦 我这不也没说什么啊 别生气了 我没生气 没生气你在干嘛呢 在思考 思考什么呀 太想我了 我回家了 喂 我都哄不好你 你回家谁能哄好你啊 我 我 不用吃一碗 我 你刚回国第一个晚上了 你怎么能回家呢 莫菲 你慌慌张张的干嘛去呢 陈设计师说设计部我开会 我在设计室没有收到通知 所以急忙赶过来了 灰都已经开完了你去干嘛呀 不过没关系 你参不参加都可以 实在抱歉啊 这次是我的失误 我下次会注意的 对了 你跟明轩的这层特殊关系呢 有些话她不好开口说 但是影响到团队的工作 所以我不得不说 虽然你是 程阳聘请过来的助手 我无权干涉 但是公司又有明文规定 员工不可以谈恋爱 如果非谈不可必须要走一个 你明白吗 明白 你知道 她能跟我说过